做事情守时不迟到相信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条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可是放眼当下的娱乐圈却有点难 一个艺人如果可以做到从不迟到早退 简直值得被不断的放大和表扬 守时对于明星来说真的很难 硬汉无精有话要说了 在去准时到现场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由于出演上一个镜头的演员迟到导致进度拖慢 暗示到场的自己反倒成了早到 无精颇有点无奈 当最基本的手时成了少数异类时 一向温和的无精也憋不住了 这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何止是电影圈放眼当下娱乐圈 曾经何时少数的耍大牌行为正在弥漫 昨天说的不是也是六点钟都确认过 说六点钟能到这儿干活吗 咱就干活无所谓 来得早多早都无所谓 通知所有媒体早上六点赶到现场采访 可直到下午一点半探班才正式开始 延时七个半小时的原因是女主角叶璇没化好妆 你只能不能没化好妆 我发现了一会儿的